这是上个月绿营口中的美国乔宴 跟几位民进党人士合照中 唯敦的这位无姓台乔 被发现是大麻业者 到底我们不想去参加 民进党托团自己去安排的大麻商人宴 我们只想去参加外交部的 官方表定的城市参访行程 哪里错了吗 林涛越讲越气 就是因为上个月 跟着蓝绿白代表组团 参加美国共和党全代会 期间民进党人要增加行程 称是会见议员 但国民党觉得当中有人背景不单纯 为什么你跟这个芝加哥在地的侨胞互动 这些人我们住外的管处 或是民进党自己的代表处 都可以约 都可以出来互动交流 为什么一定执意要透过 大麻商人CEO牵线 绿营人士以台湾主要政党身份 代表我国赴美官选 却建了大麻供应商 不少人担心向国外传达错误讯息 那现在被国民党请说 这么多的大麻合法化在 还不错 有这个可能吗 部长林佳龙没有回应这场 被网友戏称的大麻燕 外交部则表示 是访团成员自行安排 没有评论 这难道是在切割这些绿营代表吗 是不是民进党在测试台湾要开放 大麻合法化的风向球 而过程中有没有谈到任何 关于大麻的生意的内容 不照住外管处规划 零食新增行程 与有大麻背景的人同桌吃饭 民进党这下真的惹上麻烦 记者刘世伟张亮浩台北报导